阿富汗內政部官員指四名年輕的特利灣武裝分子 星期四將槍藏在墨裡潛入俠布爾一間豪華酒店後開槍襲擊 殺死九名平民 阿富汗內政部發言人指四名襲擊者被擊斃 他又證實襲擊當中的死難者包括外國平民 阿富汗官員指槍手在傍晚時份走入蔡麗娜酒店 他們等了大約三個小時後開槍 據報導這些槍手都不夠18歲 保安部隊在現場搜查時發現這批槍手 躲藏在洗手間內之後將他們擊斃 塔利班聲稱為今次襲擊事件負責 他們曾揚言要破壞在4月5日舉行的總統大選